2023 紅衣一起舞動 第21屆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級兒童母語 隊友競賽國中暨國小組正式開始 老爸 什麼果辣 各位現場所有的掌管貴賓 以及來自全台各地的老師參賽同學們 大家好 那那麼歡迎 吳曼斯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吳曼斯 先來點熱烈的掌聲 為自己的表現加油一下好嗎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董莉玲 也相信我們今天的競賽一定非常的精彩 紅衣一起舞動在民國92年 開始舉辦歷經的21年的時間 讓我們所有參與的學生 家長 老師 甚至所有的與會人員 都可以學習到更加正確的知識及觀念 甚至也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歌謠競賽推廣的對象 一路從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我們希望呢 可以讓我們原住民族的文化 在整體的教育體系當中 更加的文化發展 而且達到的永續傳承 那也要跟各位分享喔 我們呢 獲得歌謠競賽冠軍的隊伍呢 也會在6月2號星期五晚上7點鐘 在國父紀念館當中進行成果的公演 那麼我也相信今年度的競賽 在大家的參與之下 絕對是更加的精彩 今天呢 除了來自我們全台各地 15個參賽隊伍一起參與之外呢 我們有幾個重要的貴賓 也在現場陪伴大家 那待會也請介紹到的貴賓 起身 向大家致意 我們一起來歡迎他們 首先呢 接種大家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佳梅理事長 我們就要用心的主辦單位 那也要特別隆重的來介紹我們的創會理事長 同時呢 也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廖國棟委員 委員好 非常感謝我們的創會理事長委員今天的莉菱 那要再特別的介紹到的是我們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 陳資玲局長 感謝我們桃園市政府原民局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呢 我們要跟所有的同學老師 來介紹一下我們專業的評審團隊 首先呢 介紹到的是我們專業評審委員 吳婷弘老師 以及林兆玉老師 登內顧鎮若老師 以及胡對銘老師 還有我們的太曉雲 反內老師 那接下來介紹到的是我們的族語評審委員 我們的布農族 我們的布農族 陳妍 芸茵老師 以及蔡雅族 王勇雄老師 台灣族 周娟如老師 以及蔡魯閣族 謝金水老師 最後是我們阿美族 前程 顧亮老師 今天就要辛苦我們所有的評審老師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喔 因為今天所有的團隊一定會卯足全力相當的精彩 那在我們今天比賽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非常的榮幸 因為呢 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要連續辦理21年 我相信呢 是很多的單位 很多的長官大力的協助 我們在一開始借中大家熱烈的掌聲 邀請我們的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佳梅理事長 上台致致掌聲歡迎理事長 我們創會會長 我們廖國棟 廖委員 還有我們前任的理事長 我們陳芝林理事長 也是我們現在桃園市原住民習政局的 陳局長 還有我們在座的所有主委老師 歌舞老師 這麼專業的老師 感謝你們能夠為今天學生的一個比賽專程來 還有感謝我們所有的學校的老師校長 還有各位的同學們 大家好 謝謝 小朋友的聲音非常的嘹亮 剛剛叫的很大聲 你就是第一名了 在這裡呢 知識經濟協會創立已經 21年了 然後呢 在去年 也同樣 用非常愉悅的心來參加 去年有參加的隊伍有哪幾隊 有齁 今天有沒有勢必一定要達到自己想要的成績 有齁 有齁 好 祝福 我想說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廖國動廖委員 當初的人喔 當初的發現 看見我們原住民真的要在學校把文化推展 要在學校裡面培訓更多我們的原住民子弟 讓他們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化的同時 也讓他們在歌舞或是在足語能夠看見我們的原住民文化是這麼的豐富 所以呢 我們用掌聲來謝謝我們立法委員廖國動委員 讓我們在這20年一直在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 那當然我們除了我們創會會長 當然就是我們的理事長喔 前任的理事長陳之琳理事長喔 他也輔助然後一路走來非常的關心 也提供了也協助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真的我們的小朋友你們的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舞台非常的棒 這個是算國際舞台了 所以待會我們盡情的揮灑在舞台上 不用卻長 我們要唱我們自己的歌 勇敢的唱出來 開心的唱出來 好不好 也祝福我們所有的學生喔 今天祝福你們心想事成 為學校取得更高的榮譽 也祝福我們今天在座的貴賓 還有我們所有的專業的主義老師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幸福美滿 謝謝 阿賴 謝謝 謝謝理事長 非常謝謝理事長 謝謝為我們今天所有的參賽隊伍同學來加油打氣 用我們自己的語言 用我們的肢體議員呈現最棒的演出 那麼我們補充介紹我們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謝岳香都學眼力臨歡迎您 也感謝我們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的支持 謝謝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非常非常的榮幸 要邀請到我們的創會理事長 也是我們立法委員廖國棟委員 上台來為我們小朋友們 祝福一下好嗎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各位校長 各位一會的嘉賓 大家下午好 好 比較不像原住民啊 你們是原住民嗎 是 大家好 好 真是比較像原住民 二十一年前 因為一個好朋友叫庚治優 他提醒我原住民的歌舞跟劇 非常具有國際 發展的一個機會 要我們來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個時候我剛剛擔任立法委員 我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的時候 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在原鄉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原住民的歌 原住民的舞 原住民的劇 所以我們當時就決定 來向政府爭取相關的經費 來辦理 沒有想到一路就走了二十一年到今天 這二十一年來 我們看到了非常多的同學 每一年來參賽 都是飽滿地回去 有一個非常充實的一個收穫 甚至成為一個終身的一個紀念 重要的是 就是後續我們如何來維繫我們的原住民的文化的生命 也就是讓這個歌 讓這個舞 讓這個劇能夠延續下去 那才是我們要辦理這個活動的一個最初的一個初衷 我希望今天的比賽 每一個學校都能夠做出最好的一個成績 不單單是成績 而且能夠未來在部落也好 甚至回學校也好 也能夠帶動學校的風氣 讓我們的這個文化呢 源源流長 這是我今天特別有所感動來講出的幾句話 願我們今天的比賽都能夠順利 每一個學校都有非常好的演出 但是第一名好像只有一個人 不可能有第二個第一名 不過大家要爭取這個最佳的榮譽 就要有最好的演出 祝福我們大會圓滿順利 大家都能夠快樂平安 謝謝 謝謝我們的委員 非常的感謝 我們不會忘記這個美麗的初衷 把我們最美麗的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下去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也非常的開心 要邀請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職 我們的局長陳主任局長 也上臺為我們提取祝福 也是我們的天理市長 掌聲歡迎局長 我們今天大會的主席 我們今天大會的主席陳佳梅理事長 以及立法委員廖國動委員 以及我們桃園教育局都選 以及我們在座的學校的校長 老師 學生 老師 學生 大家下午好 好 我也是跟隨我的前任的理事長 追隨 一直追隨 在二十年前我相信這個平台 可以說是一個創造的一個平台 我說沒有語言這個民族就會消失 所以大家也找到了這個平台 所以我說自從國家語言法通過之後 大家都一起推動 不只是老師也好 不只是部落的騎勞也好 大家都一起共同來推動 這樣的一個全國原住民的兒童 學習語言的部分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今天在這個桃園的比賽 這個場地我也是第一次來 這麼壯觀 就如同剛剛講的 真的是一個國際 當然在桃園現在的原住民人口數 已經是全國第二多 已經是八萬多的人口 所以我們在桃園 也成立了這個語言的學習班 比如說認真班也好 或者是這個才藝班也好 都在做 那我們野民局也透過這個部落大學 老師這個結合一些教材 希望透過不同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的主人不會因為在都會區 這個語言的學習就中斷 今天也真的是謝謝我們大會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再次代表我們桃園 歡迎在座的學校們 老師們在這邊一起 共同在這邊互相學習 那最後也祝福我們今天的大會 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也非常感謝我們桃園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謝謝局長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也很榮幸要邀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謝謝岳香多學 也為我們祝福一生好嗎 掌聲歡迎 理事長還有我們立委以及我們的圓民局局長 還有各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所有我們可愛的小朋友 大家午安 是 2023活力一起舞動 桃園很榮幸能夠在21屆全國原住民青少年 及兒童的母語即歌謠能夠成為一個舉辦的場地 我們與有榮焉 那今天呢 僅代表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祝福小朋友今天都能夠欣賞事成 我們的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並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謝謝 謝謝 謝謝都學 非常感謝我們桃園市政府真的大力的支持 好的 在我們所有的長官貴賓為大家期許祝福勉勵呢 我們接上來就是緊張刺激的時刻 也相信今天來自全台各地15個參賽團隊 一定會拿出你們最棒的表現 馬上的第一組參賽隊伍來自南投縣雙龍國民小學 待會呢他們帶來的布農族曲是數字歌 以及誰在山上放槍 機槍歌還有歡樂歌爆戰功 我們歡迎南投縣雙龍國民小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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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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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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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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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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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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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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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